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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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传统要创造性的转化 创新性的发展 极为重要 第二个 美人之美的同时 你还有美人之美 你不光是欣赏自己 你还有欣赏别人 是我们要去虚怀若骨 要学习借鉴其他的文明 才能完善自己的文明 最关键 在文明的交流的互建的过程中 不仅是一种物理上的反应 说我有一个苹果 你有一个梨 咱们换到吃 我可以尝了两个味道 而是通过苹果和梨 它们在一起浓缩成一种新的水果 所以叫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这叫命运共同体 一带路呢 它就是在弘扬了各种文明 这就是我们一带路的精神 所以今天呢 我们非常荣幸 会请到三位建设者 思想者 研究者 他们通过自身的调查 研究 和他们在一带路上的生动活泼的实践 来传释美美与共的这样的大道之行 首先呢 我们要有请天津铁道学院的 祖晓东 祖老师 来分享一下鲁班工坊的故事 同学们好 我是来自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祖晓东 说到一带一路上 大家就会想到 咱们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 有汽车 电器等等 还有很多咱们中国出海的优质项目 比如高铁 特高压 航天等等 现在不仅产品技术可以出海 我们中国的教育也能够出海 能够服务一带一路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海内外名声越来越想念的 教育品牌 鲁班工坊 鲁班工坊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鲁班是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 一位杰出工匠和发明家 欲为百工之主 如今 鲁班奖是中国建筑行业 工程质量的最高荣誉 但是在国外 我们会被问到 什么是鲁班工坊 工坊启动的时候 鲁班会不会来现场啊 这是在泰国鲁班工坊 吉布提鲁班工坊 明日亮鲁班工坊 合作国人员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 鲁班是一个实体化合作载体 他将中国职业教育优秀成果 向海外传递 与世界分享 为合作国培养 适应当地需要 具有工匠精神的 本土化技术技能人才 鲁班工坊 已成为中国职业教育的 一张亮眼名片 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知名品牌 职业教育 通过鲁班工坊 着已在教育出海的道路上 走在了前列 157年前的1866年 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博 全正学校诞生 中国向法国学习 经修照存 向英国学习 深究驾驶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冲一发端 就采取借鉴学习 消化吸收的引进来 2016年 世界上首个鲁班工坊 在泰国接牌起运 到2017年 欧洲第一个鲁班工坊 英国鲁班工坊 再到2019年 非洲第一个鲁班工坊 集体鲁班工坊 启动运营 中国职业教育 在境外 逐步建立实体机构 实现了学历教育 和技能培训的走出去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中国职业教育 奋斗了整整150年 职业教育 之所以能够走在最前面 关键在于它强调实践教学 且具备一下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 提升当地青年的就业能力 有句教育的谚语 受之以鱼 不如受之以鱼 在教育鱼代表知识 第二个鱼就是学习知识的方法 动作学习方法 可以受用终身 我讲一个 境地青年奥斯曼的故事 奥斯曼生活在一个 贫苦的家庭中 他是吉普提鲁门工坊 首届24名学生之一 2018年 他从吉普提工商学校毕业 虽然学习成绩不错 但始终展望理想工作 那年 他亲眼目睹了雅极铁路 开通后 给吉普提带着的 翻天覆地的变化 货物运输 从之前的七天时间 缩短为12小时 从小立志在铁路上工作的他 却因为吉普提没有铁路专业 而把这个梦想埋藏在心中 2019年 奥斯曼获得了 进入鲁班工坊继续深造的机会 他不仅学习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更被课程中所蕴含的工匠精神 深深地打动 雅极铁路的 纳卡德车站 它是雅极铁路 吉普提鲁班工坊的 法外实际基地 在那里 奥斯曼和其他同学 在一起领岗实习 在中国师傅的 邦代下 现场学习了 铁路公路 运输等岗位的 工作标准和工作流程 在实习过程中 他的表现 得到了雅极铁路运营方 埃塞吉普提 标准轨距铁路有限公司的 高度认可 受之以愚 不如受人之以愚 然而受人以愚 不如受人以愈 虽然 教人学习 很重要 但是激发一个人的 学习欲望更为关键 欲望在这里代表 对学习的动力 兴趣和自我驱使力 奥斯曼在得到认可后 兴奋地说 路班工坊 改变了我和我家庭的生活状况 也圆了我的铁路吗 未来 我要为吉普提铁路发展 贡献 我的智慧和力量 下起终极友好 交往的桥梁 我要成为吉普提的 路班 路班工坊 在解决当地青年人 就业问题的同时 还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海外的合作项目 在凶塞高铁 雅吉铁路 阿布甲城轨 在吉普提港口 在中乌 姆巴莱工业园 在中乌 爱工业园区 路班工坊 服务走出去的中资企业 影响力日益扩大 路班工坊 让更多合作国的青年学子 成就梦想 点亮精彩人生 这也是第二个要素 为海外的中资企业服务 路班工坊的校企合作项目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将实践教学的理念 发挥到了极致 让学生在实际项目中 得到锻炼和学习 同时也为合作项目 提供了人力的支持 那么第三个要素 就是职业教育本地化策略 更有利于出海 走出去的中资企业 要想在海外扎根 它必须要有本地化的人才 只有这样才能做强 本地化的产品 做优本地化的服务 做好本地化的管理 存球时期 中国工匠鲁班 已发明各种工具 飞升海外 如今鲁班工坊 这一中国职业教育品牌 传承鲁班的智慧 弘扬了当代中国工匠的精神 与世界分享优秀 教育产品和服务 职业教育从大有可为 到大有作为 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职业教育体系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持 鲁班工坊 为国内的青年学子 提供了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教育出海 执教先行 执教出海 正生逢七十 非常期待有作业技术 和受可能力的青年学子 将到鲁班工坊 作为鲁班的传人 让我们一起把鲁班工坊 做大做优做强 让中国实业教育 正好地走出 赢得这些的技术 尊敬 同学们 让我们用技能 持就梦想 以降心 祝梦 尊敬 谢谢大家 老师您好 我想问的是 您觉得我们的职业教育 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吗 中国的职业教育 近年来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目前 我国的职业教育 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 职业教育体系 每年我们的中高职的毕业生 有一千多万 那么为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这是在我们国内 另外我们职业教育 再找出去 步伐不断加快 由我们的鲁板工坊 思路学院 郑和学院 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格局 那么尤其是鲁板工坊 我们在25个国家 建成了27家鲁板工坊 在非洲 我们就建成了18家 切实为合著国 青年学子的技术技能培养 提供了便利 提高了合著国 青年的民生福祉 谢谢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在东北的荒原上 凿出了一口井 发现了石油 彻底改变了 中国没有石油的历史 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从此开启了中国的 工业化的进程 后来我们在这个荒原上 建立了一个城市 命名为大庆 掀起了全国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在的这样一个高潮 一带一路 是中国作为人类工业为民的 极大成者来临的标志 我们不仅自己要实现工业化 我们还有让更多的国家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摆脱过去鲜污人 在这里的老路 所以鲁班工坊 就承载起了这样的使命 刚才鲁班工坊说 吉布提尼利亚 这都是非洲国家 有一位学者 他用脚 丈量了非洲的大地 用自己的智慧 教育了一批批的非洲的学生 创立了非洲研究院 而且在非洲研究院里 还设立了非洲博物馆 让中国人也要欣赏非洲的文明 这位学者就是我们今天 浙江四万大学院长 刘洪武教授 掌声欢迎刘教授 同学们好 非常高兴今天 和那么多年轻的同学在一起 聊一聊非洲 聊一聊一带一路 聊一聊中非合作关系 三十多年前 我跟在座的周围 年龄差不多的时候 我就去到了遥远的非洲 非洲是一块 在有中国的三倍之大的大陆 我们经常讲 中国帝大物博 三河壮丽 我们一穷尽一生 要整完中国的是很不容易 那么你知道非洲有多大吗 非洲有三千零三十万平方公里 还包括它的海域 有中国的三倍之大 非洲这块大陆 可以说是世界 所有自然景观 资源 还有文明 汇集的一块大陆 那我们知道 现在根据现有的人类掌握的知识 应该是人类是起源于非洲 然后从非洲走向世界 所以我们经常讲 非洲是人类的家园 生命的家园 当然我也可以说 非洲也是人类的精神的家园 现在我们要到非洲去 如果去到了金字塔 你就会看看那些外籍的博物馆 你就会惊叹 人类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 非常的精闻 现在非洲有14亿人口 中国也是14亿人口 那么中非加在一起 就是28亿人口 所以我们就讲 这块大陆 3000万平方公里 14亿人口 14个国家 究竟有多大的发展潜力 我可以这样说 发展潜力 无限 无穷 无尽 所以我说南苏丹一个国家 63万平方公里 它气候像海南岛 水利像我们的湖南 湖北 苍江一样的水利 土地像东北黑土地 肥沃的黑土地 从这个角度上 从发展的资料来讲 什么都不缺 但到现在缺很多东西 过去经常讲 三个卡住非洲 第一个 非洲没有资金 缺少投资 我们埃塞俄比亚 有个地方叫卡法 我们吃的咖啡 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 卡法我也去过 非常漂亮 气候很少 可是你们知道 在埃塞俄比亚 一个农民 生产那个咖啡果 一马袋堆在那边上 那么一马袋 卖不了三五个美元 很便宜 后来这个咖啡 生产起来以后 经过初步的烘焙加工 贴牌 然后呢 销售到了西方的 这个国际期货市场上 一杯咖啡卖到了中国 我们都知道 去喝一杯咖啡 可以卖三十块 四十块 五十块 是成本不到 一块钱在那边 所以这个非洲所创造的 财富的资金价值链 都被西方国家拿走了 所以非洲永远就不会有资金 越生产越贫穷 越落后 所以没有资金 资金从来 不是他没有钱 而且钱被人家拿走 这是第一个 缺少资金 第二没有交通机的设施 没有道路 没有桥梁 没有电力 当年西方国家在非洲 也搞了一些基础的项目 主要是一条铁路 比如铁路 你们看非洲的铁路 都是用沿海 就通到矿区的 升进去 把矿区拉出来就走掉了 第三个呢 就是技术人才落后 教育也很落后 没有什么人才 刚才我们鲁班工是讲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当年西方在非洲 也办了些大学 基本上办一些精英教育 办一些文科 培养这个传教士 然后呢 非洲的学生 比例以后 到西方去留学 优秀的人才就留在西方国家 所以这三大瓶领 过去任何非洲 是没有办法克服的 2000年 大家都知道 中国入关 加入了WTO 2000年的时候 中国和非洲的贸易额 只有90多亿美元 很小 但是中非合作论坛 成立以后 8年的时间 有90多亿 增加到了 1000亿 我们出去的1000亿 比如说浙江 弄入出去的1000亿 都是非洲所需要的 工业品 制造品 生活用品 非常便宜 中国的义务的商品过去了 非洲的孩子就能够穿上鞋 孩子就有书包 然后从非洲进来的1000亿 也是我们所需要 它的出口价值就提升了 到2014年的时候 世界的大宗商品 由于中国的大规模的需求 拉升了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 所以当时整个南方国家的崛起 非洲的芝麻 橡胶 可可 还有单包括石油 其实大宗商品 同价都上升 上升就意味着 非洲国家的国际收集 就大部分来改善 2000年到2010年的10年 被称作是非洲增长的黄金10年 就是在这10年的当中 非洲由过去40年 整个非洲大陆的GDP 大概只有5000亿 但是在10年的时间当中 非洲的GDP的总量 有5000亿增加到了2万 所以它的三个卡脖子的东西 第一交通气息是落后 中国是基建矿 没有问题 他们有资金 我们都知道前几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很丰沛 在美国不是有3万多亿美元吗 美国天天印钞票 变得不值钱了 还有一个倡议是什么 跟今天在座有关 就是中非合作 培养非洲人才计划 就是中非合作 培养人才 然后这个人才是 能够推动非洲的工业化 和农民现代化 适用的人才 来支撑非洲的工业化 现代化 所以这个中国的这种做法呀 确实是和传统的西方的 十分帝国是很不一样 中国做这些事情啊 不是中国自己去做的 我们所有这些事情 都是和非洲国家合作 共商 共建 共享计划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 过去这个20年啊 中国对非洲经济的拉动 大概每年的占非洲GDP增长 本来是40左右 今年啊 如果是非洲的总的GDP 增加了500亿 其中至少150亿 是直接靠和中国的贸易 来实现完成 就现在中国已经有能力 拉动一代 一个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增长 同样下部更加有力地 推动中国的发展 我们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 就是我们讲的优势互补的 产能结构的 这样一种 梯度的替换力资源 我想啊 这就是所谓 中国今天在非洲国家 既做硬件 交通计算是港口码头 是不是啊 我们现在非洲已经修了 10万公里的公路了 10万公里啊 还在建 1万公里的快速铁路 我们不叫高铁 就是快铁 大概时速是在120到150公里 非洲100年没有修铁路了 我们现在10年时间 已经修了这个1万公里每年都还在修 每年还在修 这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 还有其他方面 同时呢 产能合作也在推动 把非洲的资源开发出来 把非洲的劳动力开发出来 产能合作 第三个呢 那就是我们的治国理设经验交易 就是非洲的发展问题啊 刚才我讲了 就是你看非洲既然那么好的资源 为什么不能发展啊 其实就是它的国家道路选择 国家的制度设计 可能要改进 它非洲必须找到适合于非洲国家的 把非洲国家团结起来的 动员起来的 这样种国家结构 有能力把全国在那边团结起来 就开发它的资源 保护它的资源 一旦一路十年 是一个刚刚开始 是一个序区 也是第一个阶段 未来可行 但这个阶段上呢 我想呢 就需要我们今天的高等学校 年轻人参与到这个竞争堂 它是一个需要一代一代 去续接的一项事例 那么我就给大家提几个建议 第一个 今天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要转变我们的知识结构 要特别主动的去了解外部的世界 第二个 它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 是吧 这个一代人一代人的使命嘛 第三点呢 就是还要一个 一种开阔的心胸 善于从其他民族去学习 所以青春大课 青春是一个可以放飞梦想的一个世界 三十多年前 我也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很幸运 我选择去了非洲 而且坚持了想 今天中卫合作 真正的未来激动人心的大戏 还在未来 因为非洲现在是刚刚 有些国家刚刚起步 有些国家还非常的困难 西方国家强烈的感觉 好够足够 是这样 这一代是吧 自然在海洋其立 是能不能对方 也很好 我们不知道未来得这个 那个 lift 但是它说 有一个学校 做一个学校 以至于这个学校 有一个学校 这种学校 也差唔 以至于这种学校 也算在那种学校 一场 以至于意识 都不是比较 但是他说 好 谢谢大家 这就对大家的讨论吗 问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了解的 我可以讨论一下 好 这位同学 老师好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其实都觉得 对非关系是一种援助关系 但是我看您刚才说 我们和非洲是一种 合作的互惠互利的关系 对于这个 您能再给我们讲讲吗 是这个问题 我每次出去讲座 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 你看我们非洲朋友一来了 你看非洲国家来了 好像又来中国要钱了 大家这样认为 其实呢 这个中非关系 远远不是这样一种关系 单无对非是有援助的 其实很正常 一个好汉三个邦 是不是 一个篱笆十个庄 盖邦还要结在一起了 相互帮助 更何况中国一个大多 那么当时孙大利说过一句话 说中华民族要崛起 一定要联合世界上 那些平等待我之民族 平等待我之民族 我们跟他结成合作伙伴 他援助我们 我们也援助他 毛泽又讲 是发展中国国家 非洲国家把中国抬进来 后来他就说 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票 永远是为发动 要为发展中国家 仗义指引 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 反抗强权政治 这就是国际援助 所以你们现在上大学 要有眼光 不要去看着 中国好像在非洲 撒了一点钱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兼济天下 成人之美 最后是成就自我 助人者天助者 是不是这样的 你只帮助别人 别人才会帮助你 你不援助别人 难道靠天天 别人来援助你吗 是不是 所以可以这样来理解 谢谢刘鹏谷老师 从他的精彩的演讲中 我有三点感受 第一 热爱非洲吧 这是充满希望的大陆 是多彩的非洲 在那里 可以实现你绚丽的人生 第二 热爱中国吧 去非洲 你会更加热爱中国 第三句话呢 我觉得 我深刻地感受到 现代化 起源于所谓的欧洲 那只是一个序曲 而人类现代化的乐章 最精彩 最动人 最有意义的 是在发展中国家 中国立即达人 不仅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 而且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 我们通过一带路 给非洲 给广大的范围来分享 真正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美的 他们能够成为自己 这样的话 相互地交流 学习 互建 才能实现我们讲的 美美与共 我们以前在新疆圣灾病团 有一句话 大家知道吗 叫 献完青春 献子孙 我们在一带路上 也有这样一个家庭 他们兄弟俩 包括他的姐妹 他们的子女 都在一带路国家 奉献了幸福草 我们有请 三海琴电视剧的主角 他的兄弟 林战森先生 给我们分享幸福草的故事 有请林先生 各位同学 大家尚无好 我是林战森 就是刚才王教授介绍的 三海琴里面 林一农教授原型的 那个林战森教授的弟弟 非常高兴 有机会能够跟各位 一起来分享 我以前的原外故事 我这从1998年 到2021年 这23年时间里面 我跟着我的哥哥 就是去做这个脱贫 原外的工作 在巴布亚新井内亚 7年 在卢万达8年 在斐济7年 总共是23年 说到菌草技术 不明思义 菌就是菇 草呢 就是能够用来生产 食药用菌的高大的 河本科植物 那这些草啊 它因为这个营养丰富 产量高 太阳能转化率非常高 因此的话呢 它能够 很好地解决 菌磷矛盾 这个菌草呢 有许多的用途 一 它可以拿来替代木材 生产食药用菌 第二个 它可以 作为这个饲料 发展畜牧业 第三呢 它可以作为这个 生物质能源 可以用于发电啊 可以替代这个柴油 汽油啊 那另外呢 它还可以做这个建筑材料 绑材 还可以造纸 可以防治这个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 包括现在啊 我们中国政府 已经把菌草技术 当作黄河两岸 治理这个水土流失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那么下面 我就再给大家 介绍一下 我这二十多年来 在园外过程当中 一些故事 给大家分享 我们在这个 园外的过程当中 还是 经常会碰到 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我刚到巴西的时候 那是1998年 条件是很艰苦的 那个地方啊 还是处在 刀跟火种的年代 条件特别艰苦 通讯呢 也很落后 我们有什么事情 要跟家里面联系 都是写信 信写好了 拿去邮寄 等国内收到这个信 然后再 回一回来 再收到 往往是几个月的事情了 那么 另外的话呢 我所在的那个地方啊 我们项目基地啊 没有电 这个项目生产这个蘑菇啊 要用粉碎机 要用各种机械 是靠一台我们国内 带过去的柴油机发电 所以呢 在那边过春节啊 是用手电罩着吃晚饭的 我家 男的 我有六兄弟 那我是老五 由于 那边的通讯条件啊 没有办法及时联系 其中呢 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现在还感到是 非常大的遗憾 那就是 我第三的哥哥 他去世了 但是 他去世这件事啊 是过了一年多 我才知道的 我离开的时候 这个三哥啊 离开的时候呢 刚刚好那天 他是从我们老家 往福州 往福州去那边看病 那么 我和我的大哥呢 就在福州 准备出发 到巴布亚新井那样 所以我就 最后呢 那天就没有看到我的三哥 后面也听说 我三哥是 已经治好了 回家了 但是后面 我几次打电话 给我三哥 想给他说一句话 每一次啊 得到的回答 要么是说 他身体不舒服 去休息了 要么是说 他去他的女儿家 去做客了 或者是说 他去外面那里散步了 就没有一次 能够讲到话 但是当时我 半点都不知道 已经不在了 那最后就是 我回国 一年多以后 回国休假 家里人才跟我说 现在都跟你讲 三哥已经不在了 那主要呢 就是他们啊 家里人啊 当心 会影响我的工作 我一个人在外面 受不了 对不起 另外呢 我们在那边 做的工作 我们做了 大量的工作 我们得到了 这个受援国的 政府 民众的 高度的认可 所谓称赞 八星的 一位部长 名叫卡拉尼 她女儿本来是 叫做 伊丽莎白 但是她后面 把它改为 菌草 我们在那边啊 我们几位专家 我们在 八星的 几位专家 都有 有特色的名字 其中 我大哥的名字 是叫做 布图巴 当地的话 布图巴 是 八星的 国鸟 喜乐鸟 我的名字 是我们 项目地那边 一条河流的名字 叫做 拉皮瓦 那我们其他专家 还有其他的名字 所以 主要就是说 他们啊 等于想 把我们 永远留在那边 因为 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啊 想 把我们永远留在那边 所以就 给我们取了 不同的名字 那么 另外呢 像在这个斐济啊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 长级人协会的主席啊 是女的 因为她 经常得到我们的帮助 增加了收入 所以 她叫我们 团队里面的一个 三十多岁的老师 叫爸爸 然后呢 叫我是叫爷爷 实际上我才多他五六岁 叫我爷爷 就是表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 称赞 我们在八星啊 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 原先 八星那么落后啊 他这个部落之间 泄斗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经常的事情 那这边有一个村啊 叫做 Fimi Tugu啊 因为贫困啊 所以就经常会争这个土地啊 争资源啊 那这样子呢 也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就没办法发展 后面 我们的军草汉道项目 帮他们培训 指导他们生产 最后啊 这两个部落 他们 签了这个和平协议 握手言和 他们还做了一个碑 这个碑上 就是克上他们的和平协议 然后呢 其中有两把 AK74的这个枪 是枪口朝下 表示永远要和平了 不再泄斗 另外啊 这个碑上还克上了 我们中国政府援助的 军草汉道项目的名字 和我们专家团队的名字 我们在斐济的有一副的农副啊 一个畜牧公司啊 他们在我们的帮助下 三个月就解决了 汉季缺鲨料的问题 后面这个公司 在我们帮他种了六英亩的基础上 自动发展到一百多英亩 然后这个公司啊 还准备把这个聚菌草 扩大到一千英亩 世界上啊 像这个贫困的地方 还有很多 不安全的地方 也有很多 我们 我们是有幸 生活在一个 非常幸福的国度 但是 我们 并不是生活在一个 非常平安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 同学们 朋友们 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地 珍惜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 幸福美好的生活 也希望大家来 多学本领 以后来到这个国外去 到这个亚洲 非洲 阿丁美洲 各州啊 都有你们 大兴生守的地方 那这个是我 给大家分享的 一些 很简单的 一些经历 谢谢大家 同学们看看 有什么问题 我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 老师您好 就是您在 整个职业生涯当中 就是哪里贫困 您就在哪里扎根 而且还去了 非常艰辛的 巴西 北济 以及卢安达等地区 我想知道的是 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精神 支撑着您呢 这边我要说的是 这个应该说 受我大哥的影响 是比较大 我大哥啊 就是 在他考上大学以前 我们家 祖祖辈辈 都是面朝 黄土 背朝天 也正因为这样子 我大哥 他深深的 体会到 当农民的 不容易 所以啊 在他的心里面 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情节 我给他叫做 三农情节 就是 对农村 对农业 对农民的 这种 深厚的感情 所以我也 跟他来 有类似的情感 所以的话 我们去的地方 都是贫困的地方 谢谢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哪有大地的生机勃勃 因为有像林老师 等为代表的 一带路 生产者 建设者 奉献者 为我们负重前行 三位演讲者 主题各不一样 但是都聚焦在 一带路 聚焦在非洲 聚焦在 帮助这些国家 摆脱贫困 中国 我们实现了 创造人类 脱贫史上的奇迹 用四十多年时间 让七点七亿人 摆脱了贫困 占整个世界上 70%以上的贡献 提前十年 实现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第一个目标 脱贫的目标 通过一带路 我们现在也让更多的国家 摆脱贫困 欢呼吧 欢迎我们来到了这样一个新时代 世界也欢呼欢迎一带一路 因为他们能给他们看到了希望 所以说点一盏灯 让世界亮起来 我们成为点灯之人 我们也将来把这个万新的灯火 汇聚成火炬 成为构建人类民体的时代风流 谢谢大家 同学们还有什么感慨 有什么疑问吗 老师您好 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 我们就已经和很多国家 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我想知道 与普通的国际交往合作相比 一带一路倡议 为中国 为世界提供了哪些新的贡献 有什么不可取代的优势呢 中国古人说 不谋万事者 不足于谋意识 不谋全局者 不足于谋意语 过去呢 我们确实也在做 对外援助啊 合作啊 贸易啊 投资啊 灵敲碎打比较多 但是没有支撑我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 经常是下的是象棋 今天一带一路呢 下的是围棋 只有互联互通呢 才能产生更好的美 才能让这个小的 成为美好的 像我们的郡草项目 就是一种喜而美的项目 所以因为在这个 全球互联互通的节点里面 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的 找参与 找得意 所以只有把各种 干的已有的项目 或者将来的别人项目 包括美国欧洲提出的 这样类似的一带路项目 把它连接成一张网 才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 才能让小的成为美好的 从而才能一种系统的 规模的效应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一带路 老师您好 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观众 大多是青年学生 所以我想请教您 作为青年学生 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青春力量 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当中 非常好的问题 张谦初始西域的时候 24岁 他就是个青年 青年 是属于未来的 就像毛泽东主席说 你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但归根结底 是属于你们的 一带路 是伟大的事业 在人类发展史上 具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 解决了过去殖民者 解决不了 也不想解决的问题 不仅如此 我们创新了合作的模式 创新了文明的形态 让更多的国家 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都能够共同的发展 让每一片土地 都孕育着希望 把希望变成果实 希望还是寄托在青年 所以奔跑吧 我们的青年 奔跑吧 一带一路 奔跑吧 在一带一路上 实现我们青春的梦想 今天的青春大课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 so the object for training is to take some experience sharing with Chinese railway and after we came here take a lot of experience from different - Our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growing mushroom and you know sustaining themselves Mushroom have helped me a lot in life especially our daily expenses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传播者 把中国的好经验传到我的国家去